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男人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想必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 但我想说的是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在男人心里 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爱情 前不久 后台有一位读者曾给我这样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和我丈夫结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当初我们俩结婚是通过亲戚介绍的 在恋爱一年后 我们就选择了结婚 结婚之后 我们两人的感情状况也还是挺好的 基本上很顺利 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结婚后 我们的婚姻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我原本以为我会一直幸福下去 但是在生完孩子之后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时候因为孩子需要照顾 所以我也就没有了工作 每天在家照顾孩子 赚钱养家的责任也就交给了他 但是每当我向他拿钱的时候 他总是对我各种抱怨 他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柔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我选择了忍耐 但是到最后 我依旧一无所有 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男人的爱情会被生活做打败 对于男人而言 他们心中最重要的并不是爱情 听完他的故事 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感悟 但我想说的是 女人只有明白了这几点 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 只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缤纷多彩 还有很多比爱更重要的东西 也许男性天生就懂得生存与竞争 他们肩膀上承担的压力比女性要多 年轻时追求适合远方 可成年以后 就要脚踏实地的肩负其属于男人的责任 他们明白 自己的奋斗 能够决定未来生活的质量 也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浪漫当然好 可是终归是虚无缥缈 能够让爱人更加的放心 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真情 展现出男人的本色 作为伴侣 他们也希望自己能用一个值得依靠的形象 来面对爱人 所以 在男人眼里 有时候爱不是第一位的 还有比爱更重要的东西存在 一 男人的责任高于一切 从前长辈们都说 看一个男人如何 就要看他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起初还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认为爱情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发现 与男人而言 责任感真的非常重要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目标 也有着自我规划 不会允许自己不断地视作和走弯路 他们一直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能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身上都有着不同的角色 在公司 他们是员工 一心想着为业绩冲刺 为工作卖命 在家里 他们是全家的顶梁柱 是妻子的依靠 孩子的贴 这份责任 是他们注定要承担的 爱是深埋在他们心底的柔软 可责任 是披上铠甲 也要去承担的东西 不要认为男人将爱放在了其次的位置 这样的排序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忠实 只有更好的履行责任 才能更完整地享受爱 男人的责任是高于爱的 但是爱 却是促使他们完成责任的目标 二者相辅相成 一旦没有了爱 那么完成责任的动力就丧失了 没有了责任 爱也只会剩下一个皮囊和空壳 没有信念的支撑 二 爱情需要告缘分 可幸福的生活 却是缘分无法做到的 想要过上好的生活 就要勤勤恳恳地用双手去创造 凭借夫妻百事爱 幸福的生活 也能够为感情生活而助力 对于这点 男人更有体会 小姑和姑父谈恋爱的时候 姑父是技术工人 明天都在工厂里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 小姑是一位小学老师 每天上学放学的时间都很规律 所以她总是抱怨姑父 好像从来不在意感情 工作才是她的生活主旋律 后来小姑羡慕身边人的男朋友 都可以陪在身边 不像自己还要挑时间和姑父相处 于是提出了分手 爷爷听说了这件事 告诉了小姑一个道理 一个能够为未来为之努力的男人 她能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 就能忠心耿耿地对待你 这是一个人的信念感 如果今天换一个 每天能够陪你 去过着吃不饱 穿不暖的生活 你觉得这是幸福吗 就是这段话 让小姑明白了 在男人眼中 如果只有爱 那么她的眼界就有些下爱了 生活中还有很多 别爱更重要的东西 值得追据 三 让爱人更加地放心 维护好家庭的秩序 稳定好爱人的心 男人在奋斗的时候 也能专心致志 不被生活中的闲杂所事所左右 一个能够让女人放心的男人 首先必备地秉执实忠诚 面对外界的诱惑 有抵挡的能力 并且能够勇敢地说不 几次 还能够照顾好自己 不让爱人担心和挂念自己 有着独立的人格 阿航和陈薇结婚很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阿航是个有拼近的男人 结婚的时候 就定制了一张计划表 对自己的悦心有着要求 把心放在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上 在家庭中的付出就相对较少了 可是无论阿航是否应酬 都会首先问妻子 家中有没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 经过妻子的同意 再去忙工作 应酬完之后 还会问妻子想不想吃什么 水路带回去 十几年来始终如意 这样一个有责任性 也能让爱人放心的好男人 成了身边朋友羡慕的对象 在男人的世界里 能够让自己的爱人放心 也是自己的职责之一 能够通过自己的所作作为 让他人感受到踏实 这是男人的使命 可见别爱重要的东西 是责任 是奋斗 也是为他人带来安心感和踏实感 当然这一切都缺少不了爱的支撑 爱是他们努力的来源和动力 支撑着他们一路勇敢前行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观看